扎根技术岗位 他们是配合默契的国防卫士 谱写爱的旋律 他们是驻守边疆的金牌夫妻 军旅人生即将为您播出 郭连强 谭敬华 在这里遇见你 没想到那一年会遇到你 1997年我20岁你26岁 我叫谭敬华 今年40岁 河北人 现在是北部战区某通讯团 传输站站长 我叫郭连强 46岁 河南人 现在是北部战区某通讯团 修理所维修室主任 发光正常吗 我俩是夫妻党 搭档20年了 我们家里单板坏了 你快去看一下吧 1997年 从南京通信工程学院毕业后 我被分配到传输站工作 如今 在这条掌控着 铸地第一通信枢纽的岗位上 我已经工作20年了 是啊 爱 雕刻了这20年的时光 从当初对业务陌生的眉外汉 成长为一名工程师 我希望自己是一粒小小的汉锡 只有牢牢抓住机盘 才能让器件正常运转 在冰雪中行走 每一天都是新的出发 在通信站坚守 每一秒都要畅通无恙 我主外 我主内 这是我们的工作 也是我们的生活 老郭 我问你啊 这么多年 你整明白幸福是怎么一回事了吗 幸福啊 就是在这里遇见你 2016年底 全国最美家庭评选结果 在人民大会堂揭晓 郭连强 谭敬华一家 获得五好文明家庭称号 这份荣誉背后 是他们多年来 对幸福的承诺 也是彼此扶持前行的见证 这是2017年的第一天 谭敬华工作的传输站 依然忙碌 谭敬华负责的传输站点 是通信网络的中心枢纽 大大小小的设备 犹如一台台保障通信 顺畅的呼吸机 每分每秒的正常运转 都至关重要 这天一大早 郭连强也来到了传输站 他要在新年的第一天 检修机房内的所有设备 发光正常吗 不正常 这是什么情况 我们上午对演练方向 开通2.5G光板 总也开不通 你带背板了吗 带了 赶快换上吧 好的 换吧 跟往常不同 工作结束后 郭连强来到谭敬华的宿舍 将一枝玫瑰花 悄悄地放在了妻子的床头 敬华 新的一年开始了 想想这么多年工作中 有你的陪伴 生活中有你的守候 感觉挺幸福的 这枝小花 是我有点俗气的小浪漫 希望你能喜欢 连强 2017年1月1日 真的挺意外的 今天收到这朵花 我都想不起来 它上次送我花 是什么时候了 我就记得那一次 它送了我一朵蓝色妖姬 上面还特别俗气地 撒满了金粉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但是今天看到这束花 我突然觉得 我还年轻过 一朵花 一丝久违的浪漫 让谭敬华 回想起两人的相识 那一年 他20岁 1997年 谭敬华从南京 通信工程学院毕业后 在通信团负责 交换机维护工作 那时郭连强 也从军校毕业不久 在团里负责维修工作 每天在坑道里作业 潮湿阴冷 成为他印象深刻的记忆 就是你摸那个被子 褥子 好像是洗完 刚刚用洗机甩出来那种感觉 潮 潮 非常潮 艰苦的工作环境 没有打磨掉 郭连强的工作热情 也是因为这种坚持 他遇到了生命里 重要的另一半 那一年秋天 郭连强遇见了谭敬华 尽管只是短短几秒钟的擦肩而过 但是他们给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感觉这个人 个子不高 颜值也不高 唯一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 眼睛比较大 双眼皮 看起来是很美 确实很美 爱情在到来之前 是一种默默不语的欣赏 和患得患失的期待 一天谭敬华在工作中 遇到突发状况 再次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同时跟我反应 所有的电话全没有封音了 就是拿起电话来以后 就没有声音了 这时候碰巧还是个周末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他 其实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心里确实有点小激动 那次相见给了他们 走近彼此的机会 郭连强的专注 谭敬华的细致 再次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那时起工作就成了 维系两人感情的纽带 守护着通信设施 他们在日复一日的接触中 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在认识他之前 还是有很多选择的 但是认识他以后 觉得就是他了 是越来越近 我感觉通过越来越了解 我感觉到 就是我要选的人 相识两年后 1999年9月 他们牵手成为彼此一生的陪伴 没有存款 没有婚纪 郭连强从营房 接走了信仰 这间宿舍还是留下很多回忆的 记得当年 我就是从这里 把净华接走的 那时候他还化了一个妆 哎呀别提了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 唯一的一次化妆 比起婚纱也是租的 你还记得婚纱多少钱吗 这么多年了 记不清楚了 大概几十块钱吧 当时我们两个也没有房子 就在离连队三四公里的地方 租了一个小屋 就是我们的婚房了 那是一场没有蜜月旅行的 简单婚礼 婚后郭连强和谭敬华 就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 一场军区组织的大比武 正在等待着他们 那年比武 我们全区一共是三十多个专业 全区一个通信部队 一共是来了接近四百个通信兵 面对卧虎藏龙的比武团队 孤连强谭敬华投入到体骸中 那时在气氛紧张的集训场上 陪伴成为他们给予对方最坚实的力量 它占用的信道比较多 压力很大 当时有一项内容是尸体被记 上千道的体都要记下来 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感觉纸上的字都像蚂蚁一样在动 那时谭敬华面对巨大的压力 有了放弃的念头 对郭连强来说 谭敬华是他的妻子 也是他的战友 郭连强不希望自己爱的人 是一个临阵退缩的逃兵 那次比赛我们俩专业不同 也帮不上什么忙 就每天到他窗下站一会儿 心里暗暗给他加油 其实他在我宿舍前面溜达 我知道 有些话他不说 我也能感觉到 他对我的鼓励 就这样爱与温暖成为击败困难的武器 在那次比武中 郭连强谭敬华双双获得银牌 他们用相互鼓励 赢得了第一次合作的胜利 然后永久一家一宝 他们俩都得了这个银牌 然后我们全团干兵都跟他们送了一个绰号 叫金牌夫妻 我叫谭敬华 今年四十岁 河北人 现在是北部战区某通信团传输站站长 我叫郭连强 四十六岁 河南人 现在是北部战区某通信团修理所维修室主任 在冰雪中行走 每一天都是心跳出发 在通信站坚守 每一秒都要畅通无恙 老郭 我问你啊 这么多年 你整明白幸福是怎么一回事了吗 幸福啊 就是在这里遇见你 郭连强 谭敬华收获了两枚银牌 也收获了相处的艺术 在战友的眼中 他们是强强联合的金牌夫妻 对他们而言 在平淡的生活里 在面临挑战的困难当中 彼此信任支持 才能让美好细水长流 才能让感情绿久弥新 这个系统现在没有告警 有重要的方向 要继续关注 这就是我工作的通信机房 它就像高铁线路上的车站一样 将用户的信息安全地传送出去 传输战是谭敬华的战场 也是他悉心呵护的家 二十年来 他用爱温暖地与他并肩奋战的战友们 在这里他是战长 也是家长 这是我们一个外线的战士 他在上线路的时候 他这个裤子被铁线给挂到了 他来找我 我给他补一下 我原来刚开始当战长的时候 那时候还不太入手的时候 我把我自己定义为管家 随着年头越来越长 新加入到战里的战士年纪也越来越小 有的私下里都叫我阿姨 我都接受 感觉就是挺温暖 像一个大姐 有时候也像一个大妈 我们战长虽然说是技术八级了 但是我们私下里都一直都叫他坦白 感觉特别亲切 与谭静华不同 郭连强的工作更多的是在外面忙碌 因为维修技术过硬 朕有给他起了个故障客星的绰号 小到监控摄像头 大到光览工程 只要有他在 很多技术故障就能迎刃而解 正如你们看到的 连强同志工作环境就是这样的 既要上天又入地 既要有登高作业 又有管道施工 连强帕老婆也是有名的 有个小喝小碰 从来也不跟家人家 郭连强巡线的连队保障着90公里长的国防光纱安全 光纱通常深埋在偏远地段 沿途寻现 顾连强往往一走就是一天 背负重装设备翻山过河 一旦发现险情 他都要第一时间排查强修 这种天下维修呢 难度相当大吧 是 太冷 仪表有时候冻的不好时 我们还要加暖风什么的 来控制坤渡 在植上帐篷才能作业 夜外作业 郭连强总是与战士们摸爬滚打在一起 他也因此最了解战士们的需要 哈尔滨的冬天异常寒冷 在零下3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里 埋设标志碑 曾是战士们十分头疼的问题 像我们买这标志的话 如果工程紧张的话 一天大约买300块左右 冬天挖太费劲了 你像一个坑挖的话 我们挖的话得挖半个小时左右 而且那个土洞的特别硬 绷到脸上像狮子一样 打得特别疼 2010年 郭连强决定研发一套开决工具 来解决战士们遇到的这个困难 难点就是钻头那个设计 开始的钻头是一个直的 就是说一开始下去的时候 就是比较费劲 没有现场的这种钻头 那么呢就是说我们要自己 这个反复的去琢磨 反复的去试 研发这样一台小小的开决设备 郭连强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一次次的实验 一次次失败 他萌生了放弃的念头 简直是会心了 真是不想干 总讲的干一次失败一次 是不是搞出来呀 放弃研发 就意味着之前的努力全部归零 谭信华为了鼓励丈夫坚持下去 帮助他整理数据查找资料 有空就守在郭连强身边 陪伴也是一种力量吧 我就想尽自己所能 无论如何也要让他坚持下去 有的时候确实是不想干了 但是看到困得不行了 还在那找资料 还在那帮助 就想呢 这个事一定还要坚持 还要再搞下去 一年后 标志杯开掘设备研发成功 并获得国家专利 与国家科技进步奖 这份荣誉成为郭连强与谭信华 又一次爱的见证 非常好用 我感觉这个变形式挖掘机 要比人力要快的许多 一两个人 基本上两三分钟 就可以挖出来一个标识构 非常快 我们这样也有多管 郭主任和谭战长 发挥的这个变形式 国家叫温度牌的 郭连强 谭敬华在积累幸福 也在积累荣誉 他们分别荣立二等功 三等功 获得优秀专业技术人才 爱军精武标兵 徐雷锋金智奖章等荣誉 在这些荣誉里 是他们风雨18年的坚守 战友们都说 我们是金牌夫妻 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么傻 能在这里认识静华 一起生活 一起工作 他就是我的加油站 我们两个都不太善于表达 也不懂得所谓的情感的艺术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在关键的时候 能推他一把 给他一种力量 这么多年我们俩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多年来郭霖强谭静华忙碌于工作 这是家中难得的一次聚会 受父母的影响 如今在读高中一年级的女儿 也希望将来考军校 接力父母的军旅路 与美食一起上桌的 是一家人静好的岁月 和安稳的守护 对他们而言 军旅之路还在继续 幸福也才刚刚开始 爱是在走过很多路之后 遇见你 幸福是在相遇后 一路支撑走下去 郭连强谭静华两人 多年身处通信保障一线 多次完成卫星发射 国家领导人出访 等重大保障任务和技术公关 遇见幸福 守望幸福 他们就是用对彼此的理解 作为对方军旅路上 最强大的支撑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要了解更多的 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 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带您走进北海舰队 认识一对 武艺超群的双胞胎姐妹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四公训练相互比拼 孪生姐妹梦园三世机台 主题演讲默契配合 超群组合演绎精彩人生 军女人生下期为您播出 丁超丁群 我们是超群组合 二公训练相互比拼